今天的影片是超詳細版教學 我通常稱為急救款 家裡也是必備的 非常的捲翹 可以翹一整天 不會塌 還有 欸怎麼這麼重點啊 有太多心得可以分享給你們了 嗨我是沛莉 今天來分享如何貼這種 單戳的假睫毛 超級詳細版的教學分享 那我先簡單就是畫個眼影打底 然後等一下我們一起來貼睫毛 好假睫毛要貼的好看呢 第一個關鍵重點就是 你的真睫毛一定要夾翹 不管是你今天想要把假睫毛 貼在你的真睫毛上面 還是貼在你的下面 都一樣 如果說當今天你的睫毛沒有夾翹的話 你貼在上面 就是會有分層兩層 睫毛不好看 那如果你要貼在下面的話呢 它也會被你真睫毛的一個垂墜感 而變得不翹了 它沒有辦法翹起來 它被它壓住了 所以呢 一定要把真睫毛夾翹之後呢 你下面的夾睫毛 才可能可以翹翹的貼 或者是上面的睫毛 才有一個支撐 就是可以翹得比較久 所以睫毛的打底也非常的重要 你一定要選 夠輕盈的睫毛膏 通常呢 只要是溫水可泄的都不要用 然後睫毛膏的質地呢 就是要挑偏乾一點的 這樣子呢 比較容易翹得更持久 那如果你現有的睫毛膏 你覺得它的捲翹度不太好 不太持久的話呢 教你一個方法 你可以把睫毛刷拿出來之後 找一個廚房紙巾或者是衛生紙 盡量不要衛生紙 因為衛生紙會有屑屑 就是找比較沒有屑屑的這一種 化妝棉啊什麼之類的 把睫毛膏上多餘的粉體 清掉 讓睫毛膏就是稍微乾一點 這樣子呢你的睫毛比較容易刷得翹 很多時候呢睫毛膏不會翹 都是因為睫毛膏太濕太重了 所以或許你可以先用家裡現有的睫毛膏 用這個方法試試看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你就換一隻睫毛膏吧 重新買一隻就是會捲翹的睫毛膏 因為我自己本身的睫毛是比較粗比較硬的 所以市面上很多睫毛膏我都試過了 就是會讓我睫毛翹的睫毛膏 是沒有很多款的 好那在這裡呢可以分享幾款 就是可以把我很固執的睫毛刷翹的睫毛膏 第一個呢當然就是 KISS ME的新翹立仙長款 一定不要買錯 就是濃密款不會翹 然後就是這一隻 它的字是一個正的一個有微笑弧度的這一隻 然後還有第二隻也是他們家的 這一隻呢它的刷頭也是超級細的 這一款睫毛膏也可以翹 好然後呢3CE的這個也是很纖細的睫毛刷頭 這一隻我超愛的 就是我近期都是喜歡用這一隻 甚至用它來刷眉毛我都覺得很好看 這是我近期的最愛 好那這三隻的連結我都會放在資訊欄的地方 你可以參考看看 不一定要從我國給的連結買 那台灣朋友的話呢我會直接放蝦皮 好那如果是美國或者是其他海外的朋友的話呢 你可以從YES style上面去輕鬆找到一些日韓的美妝保養好物 CP值很高然後呢重點是他們在美國的話呢 是49年就免運費了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所以啊有時候運送的時間會因為你選的東西比較久 就是你加入購物車之後你會看見說 欸它可能是有現貨啊24小時內發貨啊 或者是7到14天或者是21天 那根據我的經驗呢就是如果你有選到21天的 就把21天的全部包在同一個包裹 那就慢慢等它 那其他你比較急著用的你就可以挑有現貨的商品 然後反正就是自己試試看 就是從網頁上去找到最適合的方式 那是目前我身在美國 覺得買日韓彩妝品最方便的一個購物APP 然後也有網頁分享給你們 因為在美國這裡買到的很多睫毛膏 基本上我都不會敲 我覺得在美國這裡目前還沒有用過好用的睫毛膏 所以就是我一定都會是買日韓的睫毛膏 然後先夾睫毛 睫毛夾的話呢 因為每個人的眼睛弧度不同 所以在挑選睫毛夾的時候 你可以多試幾支 就是挑到適合你眼睛弧度的 就是可以把眼頭跟眼尾都能够夾翹的 那我試過就是指春秀啊 然後XL啊 就是許多品牌 可是我用到最後我覺得最好用的是 適合我的啊不一定適合你喔 我只是順便分享一下就是 我的是那個 知生堂 但是不是知生堂的 心肌彩妝這一個系列的 嗯 我不知道哪裡可以買得到 我之前是在YesStyle上面找到的 但是現在已經缺貨了 所以我不清楚耶 就是你們可以自己去找找看 這是符合我眼型的 如果你覺得你的眼型跟我差不多的話 或許你可以試試看這一支 如果沒有的話也沒關係 其實你可以用你手邊的睫毛夾先夾夾看 但如果你覺得你的眼頭跟眼尾真的很難夾翹的話 你可以找這一種局部的睫毛夾 那這一支呢就是知生堂的 就是他們家睫毛夾 是我覺得使用起來最不容易夾傷 跟可以夾到真的很根部的 好我剛好說了嘛 今天的影片是超詳細版教學 如果你已經很會夾睫毛的話 你就直接跳過這個步驟 然後到後面就是如何貼睫毛就好了齁 夾睫毛要夾得翹呢 就是你要把鏡子放在你的眼下 大概是這個位置 這樣子看起來有點臭 就是看得到你的鼻孔的狀態 然後就是把睫毛夾放在這裡 貼緊你的眼皮 然後稍微的往上翻一點 然後要夾眼頭的話呢 可以角度稍微就是這樣子立起來 然後眼尾的話呢 就是眼頭這邊翹起來 然後大概這樣子 如果是你一般你要刷睫毛膏的話 你可以就是分段就是 這樣子夾、夾、夾、夾三次 這樣睫毛是彎曲的 刷睫毛膏會比較好看 但我們今天呢只是要做貼睫毛的打底 所以我自己個人是喜歡 夾到非常翹 就是這樣子打底的效果會更好 就是它比較不容易倒掉 然後接著呢我們就刷上睫毛膏 好,睫毛刷俏 你已經成功一半了 接著呢 第二個關鍵的步驟就是 選擇適合的夾子 然後夾子一定要非常乾淨 每一次使用都要清潔 記住這一點 因為呢通常很多人在貼假睫毛 就是沒有貼成功 或者是一直沾黏 搞得自己手忙腳亂的關鍵重點 就是因為夾子跟睫毛之間 就是有膠水的殘留 會互相沾黏 就沒有辦法把睫毛放得很乾淨俐落 就放得東倒西歪的 然後導致於你的假睫毛 沒有辦法跟你的夾子脫離 然後或者是在你黏一黏的時候 就覺得那個膠水已經快乾了 沒有辦法動作很快很順利的 黏好你的假睫毛 都是因為你的夾子不夠乾淨 我先從夾子的挑選說起好了 等一下再告訴你們 就是清潔夾子的方法 首先呢 夾子市面上有許多可以幫助你貼 假睫毛的夾子 第一個挑選的關鍵重點呢 就是它一定要夾得很緊 那夾不緊的通常我已經丟掉了啦 這隻是我最喜歡的 我直接告訴你們我最喜歡什麼 其他隻的話呢 有的是尖頭的 這個尖尖的 有一點危險 如果說你在貼睫毛的時候突然來個地震啊 或者是被人撞到的話 這尖尖的有可能就會刺到你的眼睛 所以這種尖尖的 雖然它可以夾得很緊 可是我不太建議你們用這種尖尖的 雖然我自己個人還是蠻愛的 哈哈 好對比一下 記得挑下面這種圓頭的喔 那尖頭的話呢 我通常是會用在需要很精細的去調整下睫毛 或者是貼下睫毛的時候才會用到 但通常我沒有花這麼多時間去慢慢貼我的下睫毛 所以就是現在比較少用它了 現在都用這一隻 好那挑好了適合你的假睫毛夾子之後呢 最重要的是清潔的工作來了 清潔的話呢 我自己是習慣用酒精去擦拭它 每一次使用前跟使用後 最好都稍微清一下 避免有殘膠在上面 然後呢 這一種瓶子市面上蠻多地方都有買的 就是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搜尋的話 你就打 酒精 空一個美甲 應該就可以找到它 因為它是通常人家做美甲會用的 開蓋之後呢 你只要往下壓 它就可以 吸附在你的化妝棉上面了 你要把它拿來裝 化妝水也很好用 那這個棉片的話呢 我喜歡用的也是 美甲的這種卸甲棉 化妝棉比較柔軟 然後會有棉絮 這個的話呢 基本上是沒有棉絮的 你就可以 把這個夾子 每一個角落 裡裡外外 全都擦過 然後你擦完之後呢 這一張 衛生棉 不是衛生棉 這張化妝棉 不要丟掉 繼續放在旁邊 因為你在 接睫毛的過程中 有可能夾子 還是會沾到膠水弄髒 你就趕快 就是再拿它來擦 然後 如果它乾掉的話 就再加一點酒精就好了 所以 一個 小綿綿 你可以用很久 好 就是裡裡外外全都要擦喔 接下來假睫毛膠水的挑選 我自己個人愛用超過十年以上 是這個DUP的 然後呢 它有四款吧 至少有四款 就是不同的強度跟顏色 有透明的 有黑色的 我試過就是用一般的貼 跟用這個 是552加強版的 我覺得552加強透明貼的效果 是最快速最好的 它的黏性很好 以至於 當你在貼假睫毛的時候 可以黏得很快 然後它就不會東倒西歪的 成功率是最高的 我非常喜歡這一款 睫毛膠水 然後呢 我本身是比較敏感肌 它也不會讓我的眼周 就是有過敏的情況產生 所以 這一支我是覺得 還蠻安心可以推薦給你們的 當然囉 市面上好用的睫毛膠水也蠻多的 你可以用自己手邊的 或者是方便購買的就好了齁 那如果是在美國這邊的朋友的話呢 也是一樣 從YesStyle上面就可以輕鬆買得到了 那也有其他的品牌啦 例如像是愛戴兒的睫毛膠水 就是評價也很不錯 就是你也可以試試看 然後呢 接著你就可以找一個垃圾都可以 像是你在假睫毛的這個盒子 你就可以用這個塑膠 然後把你的膠水刷上去 然後盡量不要直接刷在紙上 因為這個紙會吸膠水 就是找一個那種不會吸水的材質 然後把它膠水刷上去就好了 那我自己呢是 拿了一個這種化妝的板子 然後反正我就是久久才輕一次 上面現在目前是一堆膠水的狀況 也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這邊有個真的方便勾著嘛 我就把它勾在我的化妝台這邊 我覺得很方便使用 接下來假睫毛的挑選 本人我是個假睫毛大戶 非常充滿好奇心的雙子座 我會覺得說很想要知道 這個好不好用那個好不好用 這個跟那一款差別是怎麼樣 我剛剛這種假睫毛就全部下 但是我直接總歸重點給你們好了 怎麼挑選比較簡單上手好用的假睫毛 來來來來 如果你是要貼得很自然的話 你就挑這種長度是比較均勻的 不會說像突然有一根特別長 或者是特別黑的 比較均勻的都可以貼得很自然 像我今天如果要很淡很淡的自然裸妝 然後拍保養品的話 我就會選這一種很自然的 可是如果你是平常用的話 我就覺得效果稍微低了一點 就是貼了很久像是沒有貼一樣 所以就是不一定一般人需要這一種的 我覺得可以直接選漂亮一點的假睫毛 那這種比較均勻的自然的款式呢 通常叫做米尾 然後但是也不是每款都很自然 你要看它的長度喔 我自己個人最喜歡的假睫毛長度 不要超於11 大概就在11mm以內 就是會比較自然好看 除非你知道眼尾有加長 那眼尾你可以用到12 不然的話我覺得一般的日常妝來說 就是你貼到12都會有點過佳 然後睫毛的濃密度 你也要稍微挑選一下 就是太黑的相對的一定比較濃 你就是要挑這種比較自然的款式 這兩款睫毛 就是你在網站上看起來 可能會覺得它們差不多 可是實際上收到本人的時候 你會哇嗚怎麼差那麼多 然後貼上顏的時候哇差更多 因為它太濃太黑了 就會比較適合濃妝歐美妝 接著呢挑選假睫毛 還有兩個重點想要跟你們分享 就是在市面上你可以看到這一種 就是可能整排都是一樣尺寸的 這一種我覺得新手比較難駕馭 新手比較好用的是這一種 就是當你在看假睫毛的時候 它直接幫你分兩區了 分兩區的意思呢就是左眼跟右眼 然後呢它這樣子的衣服就是順著你的眼睛貼 眼頭跟眼尾都會比平常的就是再短一點 這一種就是很容易貼的好看 那如果你買的是這一種一整排 長度都一樣的話 通常這一種就是你自己要去搭配 例如說中間你要最長貼11 然後再貼10再貼9 你可能一次需要買到3盒 你才可以完成就是一部比較漂亮的 睫毛的該有的輪廓 那如果你都用同一個尺寸貼的話 就會很醜不太好看不太自然 所以呢建議新手就是要買 就是它直接是幫你左右眼分好長度的 接著呢就是梗的部分 你會看到有透明梗跟普通這種黑黑細細的梗 然後有的睫毛比較濃的話 它的梗可能就會比較粗 如果你今天是懶得畫眼線 那你就是直接挑這種有細細黑梗的 它就有隱形眼線的效果了 如果你想要貼得非常的完美自然 那你就可以挑透明梗的 它會比較裸妝感 然後接著呢還有 欸怎麼這麼多重點啊 因為要買很多假睫毛 所以每個都用過之後 有太多心得可以分享給你們了 有沒有今天這一集滿滿的收穫 讓你們不要忙買 你很輕鬆可以找得到適合自己的 接著呢下一個要跟你們講的重點是 在你買到一堆假睫毛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一些假睫毛剪得比較大段 例如說這樣子的一段可能就一公分了 那一整隻眼睛可能就是三四段就貼完了 然後有一些假睫毛它會剪得比較小段 就是每一段可能大概90.5公分左右 那你貼一隻眼睛可能需要貼到六段 哪一個比較好呢 我自己個人是喜歡貼六段的 貼三段的雖然你會覺得好像很簡單 你就是三段就貼完了 可是你要記得你的眼睛是有弧度的 是一個圓弧 可是這個分段之後它是平的 就會變成平平平 那個睫毛貼起來是不太好看的 要貼得好看也是可以的 就是你要把那個 睫毛跟你的眼睛中間的縫隙再畫眼線 就是等於說眼線需要畫得很粗 才可以去避掉每一個轉接點 所造成的角度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就是你想要更省時間 但實際上並沒有 你不如直接就挑這一種 可能五段或者是六段 比較小段一點的慢慢貼 會比較好看 還有就是像這一種比較小段的 通常每一段都有一根最長的 次數越多會越自然 因為這個小段它大概就是會有六個最長的 比起這一種 就是它也不到一公分 你看起來也會覺得它很自然 可是你可能貼在你的眼睛上 四段它就已經涵蓋你眼睛所有的範圍了 那就變成只有四根最長的 那個睫毛就會很稀疏 很不自然 那個最長的就會很難看 然後如果你的長度 不小心挑到十一或十二的話 十一跟十二就連是十 我都覺得它會跟短的那個落差太大了 不好看 像遇到這種情況的話 這副假睫毛我還是會繼續用完 只是我會拿剪刀去把它最長的地方剪掉 然後或者是你可以再買像這一種 就是一根一根單搓的睫毛 然後像上面的話這種單搓的叫仙子 下面這個是魚尾 這一種的話呢就可以去修改 填補你覺得你原本買的假睫毛的款式不好看的問題 所以這一盒呢我通常稱為急救款 家裡也是必備的 如果你有假睫毛貼起來覺得 喔這款式怎麼那麼醜 除了剪之外你可以用這個去填補它 就像我剛剛說的那個長的地方 如果只有四根的話很醜嘛 那你就用這一種尖尖的這個尖尾仙子 然後去把那個中間的縫隙就再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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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能可以變成八個尖尖的就會變得更好看一點了 然後如果你覺得你今天貼的這一款假睫毛不夠濃密 就是整個是比較稀疏的狀況 那你就可以貼下面這個魚尾 魚尾的部分呢就是我剛剛說的很自然的很整齊 它就可以去讓你的睫毛有濃密的效果了 好有些人可能會想說為什麼我要教你們挑選假睫毛 而不是告訴你說直接買哪一款就好呢 為什麼呢 其實我也很想要告訴你們直接買哪一款 但是這些假睫毛通常都很容易缺貨 然後或者是它的賣場被關掉 然後或者是你今天覺得這一款好用 下一次發現完全找不到它了 就我很常遇到這種情況 所以就很難去一直買到同一款 只能自己憑經驗的去覺得說 哪一款可能貼起來的效果好用 然後呢我覺得目前有一個關鍵字 太陽花 然後小於十一 就最常只要到十一 這種的貼起來通常效果不會太差 只是會有那個濃密度 跟有的比較寬 有的比較窄 就是你要自己再去看一下 就是最好就是太陽花 然後分開左右眼的 然後可能它的每一段都有五段 就是這樣子會比較好看一點 然後這是我目前買這麼多睫毛做出來的功課 總結給你們 希望你們也不要再買到一些就是不好看的睫毛 不好用的睫毛 然後要不斷的去修補它 因為修補它就真的花太多時間了 如果你能夠一開始就用很好看的睫毛 就完全省去這些時間了對不對 好非常寶貴的經驗 分享給你們囉 那接著我們來貼睫毛囉 等一下 我覺得還有一點很重要的要跟你們說 就是假睫毛你會發現其實蠻有價差的 就是有一些睫毛可能一兩塊美金 然後有一些睫毛可能要到六七塊美金一盒 你會好奇說它們到底有什麼差別 來讓我告訴你 便宜的假睫毛常常遇到的問題 就是它會東倒西歪 萬七八糟的 有很明顯的可以看見就是 它中間的那一根 亂歪 歪左歪右 然後品質比較好的假睫毛 它就是每一根就是直直的 做工的工整性也會不同 但實際上落差有這麼的大嗎 就是一定要蠻很貴的嗎 我覺得其實不一定 因為像便宜的你可以有其他的修補辦法 像是這個東倒西歪的 好例如像是有歪左邊歪右邊的 我就會挑出歪左邊的貼在我的左眼 他們就全部都往外 然後有一種貓眼的感覺 然後歪右邊的我就貼右眼 然後就是自己去調整 然後或者是不高興的把它剪掉 還是可以用啦 就是便宜的跟貴的大概是有這種差別 然後盒子的部分的話呢 因為像很多都是這一種很簡單的包裝 有時候如果運送過程沒有送的這麼好的話 那其實是會被擠壓到的 擠壓到的時候你的睫毛就已經沒有那個捲翹度 被壓扁了 然後或者是就是會被壓歪 就是價格也會反映在包裝上面 那如果是品質比較好一點的話 可能就是會有比較好的壓克力盒子 保護的比較好 大概就這樣 但不一定啦 有的那種壓克力盒子的款式我並沒有那麼喜歡 所以其實我還是也常買這種便宜的 還有根據我的經驗呢 就是盡量避免買這一種一大盒的 然後想說它幫你配好三款啊 然後或者是一次可以擁有很多假睫毛 就根據我目前買到這種一大盒的經驗 都覺得這種一大盒的不好看耶 他們都太寬了 就是每一段大概都會到一公分左右 然後呢很多款式都會太長 像這一盒 整盒幾乎都給我十一十二一堆 就很濃很濃 這就真的只能畫那種比較濃的歐美妝了 也沒那麼日常 這一盒的話就還可以 可是它就是稍微寬了一點 那這種面對這種太寬的情況 我就是會搭配這個窄的把它們用完 像是最寬的這一段 就直接貼在眼中 它至少是直直的地方 然後需要轉彎的地方 你就貼這個小的去 就是把它們搭配一起 就是也是可以用完的 好 反正就是消耗品 你平常貼假睫毛當做練功嘛 然後日常的話 沒有要拍很漂亮的特寫啊 或者是有重要場合的話 你就是把不好看的假睫毛 就是趁機消耗掉 那如果你在你眾多的睫毛中 挑到一款 我覺得這款我隨時貼都覺得自己很美 那你就把它好好的珍藏一下 約會的時候 有重要的場合再貼這一副就好了 那大家很希望 你們直接就是買到最好看的 省掉你每天要去處理這些不好看的睫毛的困擾了 然後非常寶貴的經驗 分享給你們 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好 那我今天用這一款 就是我一直在使用的示範好了 它並不是我心中一百分的睫毛 就是我一百分的已經用完了 然後我現在就是買不到 那這一款我覺得它算是還蠻類似的啦 它一樣是六段貼起來會比較好看 然後通常呢我就是會把膠刷在這上面 這樣比較快速 因為我發現我平常用的這個黑色 在鏡頭上很難拍出睫毛的樣子 所以呢我今天就是用那個透明的塑膠盒來示範好了 那像是這樣子的一排睫毛 我通常會從眼尾開始貼起 因為我之前試過從眼中開始貼 因為大部分人的教學都是從眼中開始貼 往後往前貼 但是呢你左右眼的那個眼中最長的 要去對到它的距離 我覺得不太容易 如果你稍微有一點偏掉的話 你的眼尾就是會不夠長度 就是會貼的不好看 所以我現在發現 貼假睫毛最容易不舒服的地方 就是眼頭跟眼尾的距離你一定要算好 那我自己個人呢是喜歡從眼尾開始貼 你就會發現這個比較容易貼的舒服 然後跟它左右眼的對稱啊 量的距離會比較好 就是我們先從眼尾開始貼 好那用夾子把假睫毛取下來的部分呢 就是我會這樣子 就是正正的刺進去 在睫毛就是它有一個膠水跟翹起來的地方 夾在翹起來的地方 然後輕輕的把你的假睫毛取下來 取下來之後呢就這樣拿著了 然後去沾膠 好像是一段假睫毛呢它是有弧度的C型弧度 那通常呢我是覺得把這種分段式的假睫毛貼在真睫毛下面會比較自然好看 然後有隱形眼線的效果 所以呢我的膠是會放在就是膝的這個部分 然後背後呢就不要放到 因為背後是會貼近你的下睫下眼睫的地方 如果你沾膠沾太多 下眼睫也黏黏的話呢 你就會發現你的眼睛就是一直沾黏到你的上下睫毛會黏在一起 所以呢就是沾膠要乾淨 好貼在睫毛的C字內側這裡 然後用量呢不要太多 基本上你可以覆蓋掉那一條黑色的梗就可以了 好接著呢你可以把睫毛稍微翻起來 好然後眼尾放的位置呢大概在你的睫毛最後一根的位置 然後不用直接放上去稍微的往上刷一下 你可以看見我的膠是在睫毛上面的 然後就放上去 好假睫毛貼的位置呢大概就是在你的睫毛的根部 跟那個肉的交界處不是黏在肉上面 也不是直接黏在睫毛上面 就是空一段的話會不好看會浮在空中 然後它的支撐力也沒這麼好容易動到C歪 就是黏在他們交界的地方 好接著取第二段 然後一樣先刷膠 把多餘的膠粘在你的睫毛上面 然後再放準位置 那至於第一段跟第二段之間是要緊密的貼合在一起 或者是有一點膠疊還是有一點縫隙比較好呢 我自己個人的經驗是緊密的貼合在一起 或者是膠疊都可以 但是不要有縫隙 有縫隙會不好看 然後有一點膠疊的話呢 就是如果你眼睛沒有那麼長的話 它的假睫毛有六段 然後你會覺得第一次貼的時候 你會發現太多了 你可能貼五段就完成了 但是它的那個根數不夠多不好看 你就可以下一次貼的時候試試看 稍微膠疊膠疊膠疊 然後把它們全部貼完的時候就會發現很美 然後呢如果說你真的覺得五段就夠了 也沒關係 你就是不需要貼到六段 但是呢你要捨去的是捨去中間的某一段 就例如捨去最長的這一段 不要把眼頭眼尾捨掉 因為眼頭眼尾通常會弧度比較短 然後你要一整個完整比較自然 那眼尾也可以啦 如果你眼尾想要比較長的話 有眼尾加長的效果也可以捨眼尾 輕鬆的放掉沒有黏住的話就沒有關係 好第三段一樣就是把它貼上去刷膠 然後再沾 有沒有超簡單的 而且你長貼就會上手 就更容易貼得很快了 好那根據我自己的經驗呢 就是你在取下睫毛之後 你可以稍微往後面移一點 就是夾子不要夾得太靠近膠水的地方 你的夾子就比較容易保持乾淨 你自己不會沾到膠 然後第五段 最後一段 那通常我就是刷出來一次的膠水 可以貼完一隻眼睛 然後甚至如果你動作快的話 兩隻眼睛都可以完成 那像這樣子貼完之後呢 我會稍微等它們膠水乾一下下 那目前的話呢 如果說你的膠沾的比較多 你會看見有一點白白的 沒關係 等它乾了就會變透明了 記得這時候不要去碰它 如果你碰它的話 那個膠水會髒掉 髒掉的話 它那個白白的就會一直存在 就是等它慢慢變透明的 這樣就可以了 好我左眼呢也快速貼完了 那現在右眼這邊呢膠乾了對不對 接下來呢我要做的一個動作是 把真假睫毛黏在一起 這樣子的話呢你的睫毛可以比較翹 比較持久 而且貼合得更好更自然 弧度也會更好看 就像這樣子把它們夾在一起 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通常就是夾子容易會有一點膠沾黏 所以呢 一定要等兩邊都貼完的時候 再把它們夾在一起 然後稍微的把它擦好 好最後呢再去清理這個夾子 這樣就可以了 弧度就會很好看 好那通常貼完上睫毛 等膠乾的時候呢 我就會趁機刷下睫毛 好然後呢 如果說你覺得那個膠乾了 還有一點白白的地方 然後或者是 你沒有貼得很整齊的話 你可以再拿眼線筆去把它填補 讓你的隱形眼線看起來是好看的 那目前我是貼得很好 所以我不太需要去填補 但我就是會把它 畫眼尾的眼線加長 你就是順著你的這個 假睫毛的弧度去 把眼尾稍微拉長一點 這樣的眼線就是好看的 好那如果眼頭這裡的話 你想要畫內眼線也可以 就是趁這個時候 就是去填補內眼線 讓整個銜接過度的更自然一點 就不會突然間就是你的肉色 然後就變成假睫毛了 好完妝 好這樣貼完的假睫毛 非常的無痕 閉眼的時候 你是看不到就是假睫毛的梗的 然後張眼的話呢 又有隱形眼線的效果 非常的捲翹 可以翹一整天不會塌 所以呢就是記住我今天 跟你們分享的這些重點 相信你可以很輕鬆的上手 對祝大家都能夠有漂亮的睫毛囉 好感謝你們收看今天的影片囉 有任何的問題都歡迎留言 或者是下次想要看什麼樣的教學影片 都可以留言給我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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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